疫情中死亡的人仍然是以老人家和长期病患为主 青少年甚至幼童的病例较少,死亡的更加罕见 但在上个月中,研究整合内地的数据 已经包括一个十个月大的BB和一个14岁死者 美国伊利洛伊州日前亦都出现一宗BB死亡病例 新增的死者就包括田纳西州一个5岁大的男童 和康涅迪格州一个只有6个星期大的BB 康涅迪格州州长拉蒙特华 那个初生BB上星期在医院抢救无效不治 他感到非常痛心 大家的性命可能就是要靠留在家里和减少接触去保护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就宣布 因应疫情发出居家令 停止进行非必要活动30日 宾夕法尼亚州亦都发出了居家令 有效期至少到今个月底 军方的疫情亦都严峻 停靠关岛的罗斯福号航母 已经有大约100人确诊 占军方疫情大约一成 几千个船员已经陆续登案 入住关岛的酒店隔离 大部分人要留守船上 保养看守武器和合反应堆等 有线电视记者来健身不到